我的名字是Panelope,從美西哥 雖然我是外國人 我以中國文化的文化 今天,我的朋友送給我一櫃子 我之前沒有吃過的 但我怎麼可以吃 你好,魯肥 這個什麼吃?可以洗嗎? 不用洗啊,直接吃 我的朋友說,它是叫做薄薄薄 因為它也屬於薄薄的家庭 雖然它有同樣的香味 香、甜、很美味 你好,魯肥 中國草莓吃完了 還有嗎? 既然這麼愛吃 幹嘛不試試自己來在呢? 哦,好好好 中國的草莓在哪裡? 嘿,朋友 摘陽莓不能穿前色的衣服 不然汁水站在上面要洗不掉的 紫色的衣服?我也有 哇哦,那我們上上採陽莓 陽莓都是上上的嗎? 待會你就知道了 小心台階 我們到了 不不不不,鴨莓要在 比較紫的,比較甜 嗯 好吃 上面有更好的 嗯 如果你想我選擇 最主要的 寧波的味道 它必須是 薄薄薄 不不不,鴨莓不能這麼放 為什麼? 鴨莓像女孩子一樣 很嚼貴的 下面要爹點草 怕牙壞了 嗯 這樣就好了 哦,不錯 我往上走吧 好 嘿,潘莉 這裡的芽莓又黑又甜 嗯,來了 從我們魚兒和母度移植 考古發現 芽莓在七千多年前就已經存在了 寧波人也非常喜歡芽莓 很多寧波話都與芽莓有關 現在我們這裡的季節叫做梅時 又叫做梅里時 是指芽莓成熟的時期 現在這個季節雖然溫熱和潮溼 但是確實才在芽莓最好的季節 亮眉標誌著梅雨季節的結束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家裡潮濕 發霉的衣服拿出來亮晒 在這個現在的夢中 躺下的枝葉 WrestleMania 在這個時候 深入濃涼 聞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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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